出埃及记 第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到法老那里去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如果你拒绝让他们离开这里 看哪 我必用青蛙击打你的全境 河里必滋生青蛙 青蛙必上来 进到你的宫殿和卧房里去 跳上你的床 进你臣仆的房屋 跳上你人民的身上 进你的炉子和团面盆 青蛙也必跳上你 你的人民和臣仆的身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说 把手中的杖 伸在江、河、池之上 使青蛙上到埃及地来 亚伦把手一伸 在埃及的重水之上 青蛙就上来了 并且遮盖了埃及地 众树士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了 使青蛙上了埃及地来 法老把摩西和亚伦照了来 说 请你们恳求耶和华 好叫他使青蛙离开我和我的人民 我就必让这人民离开这里 使他们可以向耶和华献祭 摩西回答法老 请指示 我要在什么时候为你和你的臣仆 以及你的人民 恳求耶和华除灭青蛙 使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 只留在河里呢 法老说 明天 摩西回答 就照着你的话行吧 好叫你知道 没有神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青蛙必离开你和你的宫殿 你的臣仆和你的人民 只留在河里 于是摩西和亚伦离开法老走了出来 摩西为了耶和华 加在法老身上青蛙的灾害 向耶和华呼求 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了 在房屋里 院子里和田野中的青蛙都死了 有人把青蛙一堆一堆积聚起来 那地就发臭了 法老一件灾祸平息了 就心里刚硬 不肯听他们的话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说服 伸出你的手杖 击打地上的尘土 使尘土在埃及全地都变成狮子 他们就这样行了 亚伦伸出手中的杖 击打地上的尘土 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 埃及全地所有地上的尘土 都变成了狮子 众树士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形 要生出狮子来 却不能办到 所以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狮子 众树士就对法老说 这是神的手指头 法老却心里刚硬 不肯听摩西和亚伦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清早起来 站在法老面前 看啊 法老到水边来的时候 你要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如果你不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看啊 我必叫苍蝇落在你和你臣仆 以及人民的身上 进到你的宫殿 埃及人的房屋都必充满苍蝇 他们所在的地方也是这样 那日 我必把我人民居住的地方 割山分别出来 使那里没有苍蝇 我要使你知道 在全地上 只有我是耶和华 我必把我的人民和你的人民分别出来 明天必有这神迹 耶和华就这样行了 无数的苍蝇进了法老的宫殿 和他臣仆的房屋 并且遍布埃及全地 那地就因为苍蝇的缘故毁坏了 法老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去 在这地献祭给你们的神吧 摩西回答 绝不可以这样行 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看为可赠的祭物 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把埃及人看为可赠的祭物 在他们眼前献上 难道他们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进到旷野 号召着耶和华吩咐我们的 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献祭 法老回答 我必让你们离开这里 你们可以在旷野献祭给耶和华你们的神 只是你们不可走得太远 请你们为我祈祷 摩西说 看啊 我要离开你出去 祈求耶和华 使苍蝇明天可以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 以及法老的人民 只是不可再行欺骗 不让以色列人离开这里 去献祭给耶和华 于是摩西从法老那里出来 去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了 使苍蝇离开了法老和他的臣仆 以及他的人民 连一只也没有留下 可是这一次法老还是心里刚硬 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请不吝点赞 来 请不吝点赞 来 大家看啊 感谢观看